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演员都觉得非常开心 我真的没有想过 我知道法政先锋其实收视肯定会OK好的 但是没有想过会到40点 这个40其实我们很多年都没有看过 好事肯定好都是小清姐的嘛 对对对 所以还有还有就哈人哥 有他在肯定告 如果下一次有聚集的话会不会也参加呢 一定吧一定吧 因为我们台前幕后也非常非常 合作得非常愉快 而且就是小清姐的聚集就是有很高很高值的 这个所以就非常期待 这次是诗话从加拿大返港完成家居隔离后 首次参与法政千锋寺的宣传活动 他也有跟大家分享隔离期间的生活 每天都有自己做瑜伽啊 然后弹钢琴啊 有学东西 但是就胖了好多 差不多应该有三公斤吧 有吗 有的 看不出来啊 哪里啊 很多有一个脂肪包着我所有的 哪里都包着 但是因为因为每一天都有就有朋友 我好好的朋友都他们都送很多食物给我 就外卖啊 有一些人会煮饭给我啊 所以我基本上每一天三餐都有东西吃 但是我是没有交过没有交过外卖 就是那些外卖 没有交过外卖啊 一次都没有点过 因为都是 都是朋友带给你的吧 都是朋友带给我的 对啊 太幸福了这个离的生活 浩妍你的儿子现在就在停课嘛 如何可以做到那个停课不停学呢 他学校有这个网上的授课 但是我跟他们的感情现在比较好 但是冲突也比较多 因为他们在家里就很容易不专心啊 要看电视啊演我麻烦吧 所以就要想这办法吧 你说他比较严厉的 对 所以他才觉得我烦嘛 所以他们会说 爸爸你快点去工作吧 这天派发的物资 全部是由演员们自掏腰包购买的 所以陈伟和谭俊燕也说 觉得特别有意义 这次我们就联合就是 就是有浩然他带领了 我们就一起捐一些钱出来 就是买一些物资 就是防疫的装备啊 有口罩有酒精的出手液 还有那个湿纸巾就送给一些老人家 让他们可以就有防疫的一些潮湿就比较好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分开也有做类似的事情 可是这一次就是因为其实戏已经完结了 就还好后颖啊 珠珠啊 还有来不到的那个凯莉啊 他们也很有心 我们就是希望出一份心咯 就是多少也没关系 尽我们一点点小的勉力 但是在抗疫的期间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就是口罩会很难买吗 嗯 其实我们平常要是有出外的 可以都容易买到物资 但是有一些老人家或者是行动不方便的人 他们就需要人去帮忙 这次我们就有这个机会了 我还要说一下就是 很多人都觉得洗手一定要搓手衣 或是说那个肘精其实不需要的 你用那个肥皂洗也是可以很干净的 重点就是避免聚集 然后就多点洗手 我知道说你自己也有开餐厅 是不是会那个影响也蛮大的 是蛮大的 可是我觉得可以也有一点改变 就是我们会做一点外卖的那个服务 而且我以前是从国外送来一些肉啊 那些东西 还好就是现在又拿到批文了 又可以继续的卖